在上次课,我们知道了有些分数可以通过出法变成循环小数 例如1Ⅲ等于0.33循环,1Ⅲ等于0.166循环 而反过来,循环小数也可以变成分数 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先来看看纯循环小数怎么变成分数 以0.9090循环为例,我们来学习如何转化 第一步,数一下循环节的位数 有几位就在分母上放几个9 第二步,把循环节完整地放到分子上 第三步,约分 这样就完成了转化 再比如0.630630循环 它的循环节有三位,所以在分母上写三个9 然后把循环节630写到分子上 得到999分之630 再约掉9,变成111分之70 转化完毕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 纯循环小数可以方便地划为分数 而反过来,利用这个方法可以把某些特殊的分数 快速地转化为纯循环小数 例如929分之17 在上个视频我们采用除法将它转化为纯循环小数 非常麻烦 但根据刚才的法则 分母是99 说明它是两位循环小数 又因为分子是17 说明循环节是17 所以等于0.1717循环 看,是不是简单多了 这个例子说明 只要能把一个分数的分母 扩分为连续的9 那么就可以把它直接化为纯循环小数 例如111分之7 上下同乘9 得到999分之63 分母是三个9 说明是三位循环小数 此时分子63只有两位 在前面补零补乘三位 然后把063放在循环节上 得到111分之7 等于0.063063循环 在使用这种方法转化循环小数时 还有两个算式需要牢记 分别是27乘37等于999 101乘99等于9999 纯循环小数划分数就讲到这里 在下次课 我们将会学习混习环小数怎么划分数 敬请期待